金融圈都在看的八部爽剧 如果你也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者 想更深入了解金融市场背后的运作方式 掌握投资的必备技能 这八部金融影视剧绝对是你学习投资的最佳选择 它们不仅涉及到金融工具、证券法规等诸多知识点 而且一比一的还原了资本操纵市场每一个细节 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让我们一同踏上这趟启发之旅 深入聚集的世界 汲取来自屏幕背后的智者经验 掌握商业成功的诀窍 第一部E1 这部剧是金融剧的天花板 经典中的经典 是华尔街金融大鳄的巅峰对决 很好地揭秘了投资世界的残酷与真实 这部剧以金钱、权力、欲望、内幕交易 以及华尔街与司法部门之间天然的冲突为背景 展开引人入胜的故事 主角是9.1事件中 唯一一个没有在大楼开会的人 侥幸躲过疑难后 整合了公司大量的资源 并以此打造出一家全美顶级的对冲基金 但树打招风 信来了纽约检察官对他涉嫌欺诈的调查 两方之间的展开激烈的较量 斗智斗勇 该剧由真实事件改编 主角Bobby Axelrod在现实中是对应于华尔街对冲基金巨头 SAC的创始人Steve Cohen 在这部剧中 还有许多知名金融大亨客串出演 比如高盛的CEO大卫 索罗门饰演自己 在剧中的出场增添了许多真实感 此外全球最大的空投基金公司尼克斯的创始人吉姆 查诺斯等众多华尔街金融大佬也都在剧中露面 而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通过紧凑的故事情节 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复杂的金融术语 并揭示了各种大资金的投资策略 以及这些策略背后的思维逻辑 确实开阔了视野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投资最终是人性的博弈 该剧真实地展现了利益相方对人性的把控 以及每个人内心的恐惧和对金钱的欲望 在金融精英的世界里 感性的人无法生存 这种现实的揭示让剧情更加生动 亿万并没有过多使用甘涩难懂的行业术语 即使是金融小白也能轻松享受观影体验 整个剧集贯穿了许多金融知识 所以不仅适合剧迷们欣赏高品质的剧集 还能提升你的金融知识水平 推荐的第二部是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 这是一部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相信你在观看这部剧时 既会被情节的惊险紧张所吸引 也会被角色的复杂性和黑色幽默所折服 这部剧完美演绎了美国史上最惨烈的股市暴跌 向观众呈现了那段令人惊心动魄的金融历史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 这一天道雄斯工业指数暴跌508点 跌幅高达22% 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 一天之内市值蒸发的金额超过了1929年 华尔街大崩盘时的两倍 通过观看这部剧 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其生动的故事情节 还能深入了解这一股市崩盘 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以及人们在危机面前的生存和挣扎 剧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是一位投行老板 他是一个典型的话不离脏字的黑心商人 他不仅向黑帮界高利贷 还毫不留情地将垃圾股票卖给自己的客户 他的行为不仅颠覆了金融世界 一直崇尚的理性和克制 更是揭示了金钱和权力 对人性的巨大诱惑和腐蚀作用 观众在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不禁会思考在金钱的诱惑下 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人 第三步 硅谷 Silicon Valley 这是一步强烈推荐给对于科技创业 互联网创业 初创融资感兴趣的朋友 他告诉了我们如何 从零开始 白手起家的创业和拿到融资 看完后 你会对科技型公司的创业过程 有个清晰的了解 并对以后投资科技型公司也大有弊意 脸书创始人扎格伯格 对本剧的评价就是 此剧和硅谷实际创业情况相似度达到85% 故事描述四个不善社交 但绝顶聪明的计算机程序员的创业之路 试想一下你是主角 你突然研究出一个跨时代技术 压缩算法这个技术应用理论上讲有千亿甚至万亿美元的应用价值 但实际上你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个价值位置 并且这辈子你可能只能研究出一个这么有创意的技术 一边是一千万美金直接买断你的公司 你可以稳稳地拿着这一千万度过你的整个余生 不过呢你也就和你的公司 你的技术永远的say goodbye 把另一边是先拿200万 把你20%的股权 但是你可以掌握自己公司的发展 有那么1%的可能性 你经历9981难 最终你的企业终于成长为一家千亿规模的超级独角兽 不过还有那么99%的可能性 就是你们创业失败 一切归零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 我们的主角毫无意外地选择了第二条路 一路上可以说是各种意外状况频出 创业的钱永远不够花 每季都是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 Mission Impossible 这部剧真的是让我深刻地理解了 为什么最好的技术不等于最好的生意 创业从来就不只是有一个好想法 好技术好产品这么简单 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对于商业的理解 对于初创公司科技投资的玩法的理解 第四部金融恶魔 这个剧情的灵感来自于2008年席卷全球金融危机 那这个剧就是围绕一家美国大银行驻伦敦代表处 而男主人公就是这投行工作的一名出色的交易员 揭秘了他出色的交易技巧 如何在2008年成功地做空美国房地产 然后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 再次准确预测并做空希腊国债 然而尽管他的交易才能超群 但他的职场充满了困难和挑战 他需要与反派老板展开激烈对抗 也要摆脱揭开金融内幕的正义金融记者纠缠 同时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道德挣扎 这位男主不仅要应对职业生涯中的高压力局面 还要面对个人生活中的成长和道德觉醒 这使得他的角色非常丰满和引人入胜 此外这个巨牛逼的一点 是很具体的展示了金融机构 政府财政 普通人生活 金融从业人员之间是如何产生各种联系的 涉及的关联方非常广 都有深刻的探讨 金融只是工具还是恶魔呢 人心的贪婪和无知才更可怕 这部剧不像华尔街之狼的娱乐 不像大空头的好莱坞叙事 不像半泽植树的热血 也不像Billions过于刻意为了制造冲突而冲突 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剧 第五部是风头这东西 Something Venture 它是一部备受赞誉的纪录片 被商业周刊评选为NBAB看的30部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扣人心弦地记录了风险投资的诞生 发展 以及它对社会和科技产业带来的巨大影响 尽管它拍摄于十多年前 但它依然是了解硅谷早期历史和风头行业起步的绝佳选择 影片深入挖掘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公司 包括苹果、英特尔、谷歌、思科的 他们都在风险重重的创业道路上脱颖而出 这些公司的成功不仅改变了产业格局 还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在风头这个行业的早期 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展露头角 是因为有一批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机会的人 他们愿意冒险支持这些创新项目 在风头这个词汇出现之前 支持和建立公司的实践就是风头的雏形 正是这些风头先驱们促成了微处理器 个人电脑和网络等技术领域的超凡增长 影片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重要观点 伟大的事物往往是由有远见和动力的人创造的 他们坚信他们可以改变世界 技术是基础 但没有风险投资 很多创新将无法付诸实践 第六部利益风暴 Margin Call 纽约克评价他算得上2011年好莱坞制作的最有种的电影 也是以华尔街为背景的影片中的佼佼者 这部剧特别适合非专业的投资者观看 因为它提供了极为宝贵的风险提示教材 还把投行的生活 投行众生向一一展现给我们 投行人物从低到高矮的出场 让观众观其言 查其行 顺便了解一下其背景 收入 消费 然后再做评判 故事的背景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但影片以华尔街投行的分析师视角切入 将观众引入了危机爆发前夕的内部世界 起点是一名年轻分析师意外的发现 公司财产评估中存在巨大的漏洞 这可能导致公司破产 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公司高层 随着问题的上报 公司高层的紧张和焦虑也愈发显著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引发一场金融风暴 整个故事发生在令人窒息的36小时内 这段时间内高层决策者们必须面对艰难的决策 其中包括是否公开这一问题 以及如何应对可能的后果 影片的另一个角度就是对普通人的质问 金融危机以后 示威者举牌抗议 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 可是没有普通人的贪婪 金融危机能发生吗 把责任都推到华尔街精英身上 公平吗 在金融危机中 普通人真的无罪吗 每个人都要美梦成真 要乡车豪宅 二比八原则决定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政客必须迎合这种贪婪 才能获得选票 于是政府有意放松监管 鼓励买房 于是金融业放大杠杆并转移风险 最终一地鸡毛 这部影片深刻地警示了我们 在投资和金融决策中要保持警惕 风险往往潜伏在看不见的地方 第七部 颠倒乾坤 Trading Places 这部剧讲述了一个黑人乞丐 无意撞倒了一个白人 试图帮忙捡起公文包 却引发了误会 导致警察追捕 和以抢劫犯的名义被捕 然而 两个富豪却以此为赌局 打赌如果把他和总裁的身份互换 看他是否能管理好公司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确实让一乞丐去管理公司 乞丐能经营好这家公司吗 能在新的身份中取得成功吗 乞丐和总裁的身份互换 会发生什么样的戏剧性故事呢 第二天一早 总裁精神抖擞地来到公司 准备开启新一天的忙碌 然而 他万万没想到 等待他的竟是锒铛入狱的命运 原来 富豪早有预谋 他们安排手下的人在会议上 故意撞了总裁一下 然后诬陷他偷了钱 在警察的审讯下 总裁百口莫辩 最终被判入狱 另一边 黑人却过上了奢华的生活 富豪给他安排了一套豪宅 一辆豪车 还给他发了一份年薪八万的总裁工作 黑人原本以为这一切都是梦 但当他失手打碎了价值五万的花瓶时 他才真正相信 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富豪 黑人并没有沉迷于享乐 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身份 并在工作中展现出非凡的才能 有一天 富豪和黑人正在商讨一笔期活交易 富豪认为应该以66.8元的价格买进猪肉 而黑人却认为应该等到价格下跌到64元再买 富豪起初不以为然 但黑人却坚持自己的意见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富豪最终决定听从黑人的建议 果不其然 猪肉价格果然下跌了 富豪因此赚了数百万 对黑人刮目相看 在富豪的帮助下 黑人不仅成功摆脱了贫困 还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这不揭示了投资领域的风险和机会 乞丐发现了一些投资的机遇 并把握住了机会 他学会了如何在适当的时机买入和卖出 以及如何分散投资风险 这些经验不仅对投资者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还能够帮助观众在投资领域取得更好的成果 第八部 抢钱大作战 Baila Room 这部电影因其丰富的商业知识和销售技巧而备受瞩目 甚至被列为哈佛商学院学生 必看的十大商业电影之一 虽然有人将其剧情与华尔街相比 但他不仅更励志 而且以紧凑的情节和鲜明的主题 深刻触动观众 引发反思和共鸣 影片讲述了一个19岁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辍学 决定在股票经济行业闯荡江湖 他一度沉迷于贪婪 不择手段的敛财 但最终醒悟意识到公司的腐败氛围选择远离邪路 电影将观众带入了金融世界中 揭示了做市商的内幕操作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主人公父子的感情变化 赋予了影片一丝淡淡的温情 其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值得分享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不成功的销售电话 每通电话 要么你成功的卖出了股票 要么你知道了为什么客户不愿意购买的原因 无论如何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这句话反映了电影中的销售世界 传达了不断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性 如果这八部影视剧你还看不过瘾 可以点击我们上一期分享的另外十部金融大片 保证让你收获满满 临走前记得给我点个赞 分享给其他对金融爱好的朋友吧 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优质内容的源泉 欢迎评论区给我推荐一些 值得一看的金融题材电影或电视剧 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